西安宣布紧急封城 同時防控兩種流行病 隱瞞參與中共千人計劃 前哈佛教授六項罪名全部成立 江蘇長州發生地震 高樓搖晃 鴨群亂飛 最夢幻街區被點亮 紐約代客高地聖誕氣氛農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12月22日 人口1300萬的西安市宣布緊急封城 中共病毒和出血熱兩種瘟疫同時爆發 來看報導 12月22日晚 大批穿著防護衣的人員在西安市街頭集結 氣氛顯得非常緊張 西安市當局宣布 從當地時間22日下午4點起 全市交通實行嚴格管控 不允許市民離開西安 外地車輛及人員也不讓進入 從23日臨時起 西安全市小區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 解除時間則是另行通知 網絡視頻顯示 由於醫院也實行了封鎖 眾多孕婦和懷抱幼兒的女性站在陝西省富幼保健院外等待就診 其中還有馬上要生產的孕婦 而西安這幾天氣溫都比較低 天氣寒冷 根據陝西省衛健委的消息 自12月9日以來 西安市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143例 佔陝西全省累計本土確診的96% 陝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劉峰表示 此輪疫情 西安市形成一定規模的社區傳播 還出現了隱匿性傳播 並且已經波及陝西省內的咸陽 延安 以及廣東東莞和北京通州等地區 西安目前的肺症病例中 有多少人是屬於 Omicron變種的感染 那麼因為Omicron變種傳播力強 突破性感染比例非常高 而且根據香港的研究 也發現中國的滅活疫苗 幾乎沒有什麼防護力 所以如果是屬於Omicron變種確診的人數比較多 那麼傳播的範圍會很廣 也很快 所以即使用極端的清零分層的這個政策 要多長時間才能見到效果 也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與此同時 西安報道多人感染出血熱 目前我瞭解到的就是這一個NCO裡邊 至少10個人 全部是出血熱 不過有一家的父子 就是他爸爸之前是出血熱 結果過兩天他兒子也進來 這一個父子都進去了 全部是出血熱 官方的報導是說 這些患者是感染了這個Hanta病毒 症狀呢 就是帶有腎衰竭的這個出血熱 雖然這樣的這個出血熱症狀在中國的北方東天 時不時會有發生 那麼這一次有多大的規模是一個問題 兩種傳染病在西安同時出現 但在專方發布的信息和媒體報導中 很多必要信息不得而知 讓民眾無法採取相應保護措施 新唐人記者李蘭 特約記者洛亞採訪報導 週三 美國單日暴增28萬例確診病例 另外 台灣又新增14例境外移入病例 台灣防疫指揮中心週三公布 新增14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同時 指揮中心公布 台灣確診奧米克戎再增加7例 累計12例 都是突破性感染 我們新增了這個7例的這個邊境攔截確定的奧米克戎病例 美國週二新增確診超過28萬例 接近年初30萬例的高峰 不過死亡人數沒有上升 新增1373人死亡 威斯康辛州米爾沃基檢測以及疫苗中心外 車輛排到多個街區以外 大部分是在等候檢測 美國總統拜登昭爾表示 接種過疫苗的民眾可以放心與家人一起歡慶聖誕節 如果您是接種疫苗 我們都知道的確診 您必須感到舒服祝聖誕節和假期 您必須感到舒服祝聖誕節 拜登還敦促人們接種疫苗 在室內或公共場所務必佩戴口罩 南非單日新增1.5萬例確診 前一天是8500例 比10天前的高峰下降了一半 南非預防醫學專家周爾表示 南非已經度過第四波 奧米克戎疫情的高峰 許多人感染後產生免疫力 加快了疫情緩解 新唐人記者 李梅瑞麗 綜合報導 周三 輝瑞公司的抗疫口服藥獲得緊急使用授權 美國家庭可以使用 由輝瑞公司生產的口服抗病毒藥Paxlovit 周三獲得FDA緊急使用授權 將被用於治療輕度至中度中共病毒感染的成人和兒童 FDA表示 該處方藥適用於12歲以上 體重不低於40公斤的中共病毒陽性患者 患者應在確診後或症狀出現的5天之內儘快服用 輝瑞公司此前公布的臨床試驗數據顯示 Paxlovit在預防高危患者住院和死亡方面有效性高達90% 而最新的試驗數據表明 這款藥物對奧米克戎變種病毒同樣有效 美國政府已經與輝瑞公司簽訂了1000萬個療程的 Paxlovit購買合同 美療程價格530美元 輝瑞也表示 可以立即在美國提供這款專門針對中共病毒的處方藥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討論新一波疫情的發展 北美職業冰球聯盟宣布 不參加民營的北京冬奧會 美國體育頻道ESPN等多個媒體21日報導 北美職業冰球聯盟NHL已經決定 不派遣選手參加北京冬奧的男子冰上區棍球 預計美東時間週三會對外正式宣布 外界分析主要原因是疫情仍然嚴峻 考量球員安全以及隔離期太長等因素 北京冬奧組委會17日宣布 境外參賽對職員以及相關人員 須在抵達中國前14天完整接種兩劑COVID-19疫苗 會完成接種者必須在抵達北京後 接受長達21天的隔離 並許多球員卻步 根據規定2022年1月10日之前 NHL提出退出北京冬奧會申請 就不會遭受罰款 在奧運奧方面 我覺得如果這樣是個案 其實我認為是很聰明的選擇 我不知道誰會在那些情況下 你總是有機會 代表你的國家 總是一個大的主持人 你也想要這樣做 但同時 另外 疫情也影響了NHL 在加拿大和美國的賽程 許多完整接種疫苗的冰球球員 近日感染了Omocron變種病毒 截至21日 NHL已經有50場比賽延期 NHL缺席北京冬奧 將使美國及加拿大的奧運選手名單 產生巨大影響 新航亞太電視 張瑞珍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美國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力博 由於隱瞞參與中共的千人計劃被起訴 21日 利博被裁定 6項罪名全部成立 檢察官指控 武漢理工大學向利博提供超過150萬美元 來建立一個中國實驗室 並同意每月向他支付5萬美元 外加15萬美元的年生活費 利博不但就參與千人計劃一事 向調查人員撒謊 還誤導了哈佛大學 聲稱利博沒有參與千人計劃 新唐人記者張琦綜合報導 曾在美國海軍服役的華裔王葉桑和其丈夫共謀 非法向中國出口敏感的軍事裝備 週二 王葉桑被判刑30個月罰款2萬美元 他的丈夫王少華去年2月也被判刑46個月 司法部週二通告 王葉桑曾是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一級後勤專家 王葉桑承認2015年到2019年多次為丈夫購買 受到出口管制的美軍裝備 包括一個用於識別戰場上美軍人員的設備 檢察官表示 王葉桑還在2018年3月將軍事電郵的密碼給了丈夫 讓其直接購買美軍裝備 給海軍和國家安全帶來危險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 林明迪綜合報導 接著來看一組國際新聞簡訊 以色列媒體報導 以色列政府將起訴三家公司和實名公民 指控他們在沒有獲得國家許可的情況下 向中國出口巡航導彈 其中包括無人機企業家和太陽天空公司創始人梅娜什 以色列檢察院經濟司表示 這些公司和個人被起訴的原因包括 破壞國家安全 違反武器法 違反軍備出口管制法以及洗錢等罪 英國國際貿易部副部長莫丹特表示 英國政府正非常非常仔細的研究 關於新疆的政策 他表示英國當局考慮效仿華盛頓 禁止從中國新疆地區進口強迫勞動商品 緬甸發生嚴重公安意外 綜合外媒報導 當地時間今天凌晨4點左右發生在克青邦帕卡地區 一座玉石礦場 山體突然發生攤坊 可能有近百人被礦場廢棄物捲入湖底 搜救隊已救出25名傷患 已只有1人罹難 約80人失蹤 非洲島國馬達加斯加12月20日發生沉船事故 國務部長蓋勒與同僚搭乘直升機前往事發地點勘察時 直升機不幸墜海 蓋勒與另一人游泳約12小時後上岸 在這起墜機事故中幸運生還 但另外兩名乘客仍下落不明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日前 美國國務院立法事務局代理助理秘書 德拉庫魯表達了對法輪功學員周德勇和鄧翠平的關注 美國國務院官員杜拉克魯日前 在給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盧比奧的回信中說 國務院致力於促進全球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 優先考慮對中共侵犯人權行為問責 包括其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關於周德勇和鄧翠平的案件 美國國務院非常關注中共對這些人的虐待和拘留 我們將考慮尋求機會 代表他們與中共交涉 今年4月23號 中共當局抓捕了山東勝利油田 高級地質工程師周德勇 拒絕通報家人 還試圖阻撓律師探視 佛羅里達州聯邦眾議員戈斯比利拉基斯 給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寫信關注周德勇 之後 律師才被允許會見 8月30號 參議員盧比奧寫信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敦促美國政府向中共施壓 釋放周德勇和2017年被判刑的鄧翠平 以及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盧比奧在信中說 我敦促你呼籲北京結束對法輪功的定罪 並釋放所有被關押在中國監獄 和各種拘留中心的法輪功學員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 林一綜合報導 12月22日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在加州聖河西表演藝術中心進行演出 加州的國會議員頒發褒獎與賀信 歡迎神韻再次歷臨加州 加州國會眾議員賈德里·赫夫曼 在褒獎信中說 至此神韻藝術團巡迴演出15週年 重返舊金山灣區之際 特頒發褒獎 神韻的宗旨是復興中華傳統文化之精髓 通過廣受歡迎的音樂和舞蹈 架起東西方之間的橋樑 感謝你們對灣區和其他地區藝術的貢獻 國會眾議員羅卡恩娜在褒獎中表彰 神韻藝術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中國古典舞和音樂藝術團 加州眾議員凱文基里在賀信中說 我欣然歡迎世界著名的神韻藝術團重返加州 我非常感謝神韻藝術團傑出的 極具天賦的舞蹈家 樂團成員 藝術團員 音樂家 指揮家 作曲家和專業製作人員 他們展現中華文化和歷史的輝煌作品 讓整個世界維持仰慕 新唐人電視紐約報導 江蘇長州發生地震 高樓搖晃 鴨群亂飛 歡迎回來 12月22日晚 江蘇長州突然發生地震 南京與蘇州都有明顯震震 根據中國地震臺的消息 12月22日晚上9點46分 江蘇長州市天寧區發生4.2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南京 蘇州 揚州 鎮江等多地有明顯震感 當地居民拍攝的視頻顯示 高樓搖晃 室內的家具劇烈晃動 不少民眾逃到街上避難 所幸沒有傳出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長州地震局表示 未來幾天發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較小 接著來看一組中國新聞簡訊 12月22日 上海市出現陰霾天氣 大部分地區能建度小於200公尺 多段高速度封閉 部分公交線停運 客輪全線停航 航班取消 中國河北省秦皇島山海關古城區 設有大氣監測國控點位 當地官方衛保證機 下令古城區域全面禁柴風噪 12月17日是古城今年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 最高溫只有零下2度 當天中午12點 室內溫度只有不到7度 由於完全靠電取暖費用太高 一些家庭不富裕的民眾 只能在嚴寒低溫中挨冷受冻 甚至有居民在家中被冻得直哭 上海震誕學院老師宋庚醫 因為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數字被開除 湘西懷孕老師李田田 聲援宋庚醫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 有河南法律人聲援李田田遭跨省威脅 新唐人亞台電視 整理報導 立陶宛因力挺臺灣而被中共霸凌 12月22日立陶宛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馬爾德基斯表示 中共已經在歷史的垃圾堆中 本月20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記者會上稱 立陶宛絕不會有好下場 終將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立陶宛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馬爾德基斯 22日發推文回應稱 中國共產黨威脅要把立陶宛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很諷刺 因為共產主義已經在那裡了 過去幾個月來 立陶宛不斷遭到中共的經濟脅迫 但同時也得到不少民主國家的支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週二致電立陶宛總理西蒙尼特時強調 美國支持立陶宛 並將致力於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 反擊北京的脅迫性外交和經濟行為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中共補貼影響公平貿易 歐盟對中國鋁箔加徵關稅 針對中共政府給企業的不合理補貼 歐盟12月22日宣布 對中國製造的鋁箔徵收額外關稅 歐盟宣布 從週四開始 將針對不同的中國生產商 額外徵收從8.6%到18.2%不等的反補貼關稅 加上歐盟對中國鋁箔徵收的反傾銷稅 綜合稅率將達到16.1%至46.7% 歐盟的這項決定是基於對中國生產商 接受國家行業補貼的調查 此前 歐盟接到來自意大利 盧森堡和德國的6家歐盟生產商的投訴 並在調查後發現 中國的鋁箔企業得到了多種形式的國家補貼 包括優惠融資 出口信貸保險 補助 免稅 以及提供低價電力和土地使用權等 這些補貼使得中國廠商 能夠以較低的價格侵蝕歐洲市場 從2017年到2019年 中國生產商在歐盟鋁箔市場的佔有率 從18%增長到24%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日前表示 6年內 臺灣會出現戰事 美國應該在太平洋第一島鏈部署導彈 阻嚇中共 讓我重視我的提示 在最長期的計劃 今年3月 戴維森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談到 中共軍隊有可能在未來6年內攻打臺灣 最近他接受共同社訪談時 重申了這一擔憂 戴維森說 關於臺灣突發事態 不僅限於中共軍事進攻 也可能是導彈啟發或封鎖海峽 他認為 今後6年對美國 臺灣 日本及整個東亞來說 都是令人擔憂的時期 美軍近期也在探討 在沖繩台灣和菲律賓第一島鏈部署導彈 對此 戴維森認為 為了防備危機 美國擁有單獨部署的能力很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他一再呼籲美國必須盡早 對這樣的發展 預作準備 要在日本 臺灣跟菲律賓部署飛彈 在第一島形成一股能夠反制中共的軍事武力 這樣的話 中共在發動對台戰爭之前 當然就會深思熟慮 這樣的代價是不是他可以承受的 中共航空母艦遼寧號 最近在西太平洋操演 日本除了派出戰機 還派出新航母出雲號 一路收集情報 拍攝殲-15戰鬥機 繼續升級起降作業 並且對外公佈 他最終目的就是強化 他在遠洋的行動能力 特別是突破美國在第一島鏈 對中國大陸的封鎖 那過往 日本對待於共軍的這樣的做法 基本上都是比較低調監控 可是自從關係開始有點惡化之後 日本也不再必會公布這樣的監控照片 近期 德國巴伐利亞號巡防艦 近20年來首次穿越南海 德國海軍表示 未來會進一步擴大在亞洲的軍力部署 不排除穿越臺灣海峽 新唐人記者林岑欣 洛亞 劉芳採訪報導 日前 美國波音公司和歐洲空中客車集團 聯合致信美國交通部 對5G設備可能給飛行安全帶來的影響表達擔憂 法信社22日引述空中客車集團發言人的話稱 波音公司CEO卡爾魂 和空中客車美洲公司CEO科尼特爾 以聯名致系美國交通部長部體及格 表達航空業對美國部署5G網路的擔憂 波音公司在給法信社的聲明中表示 正在與政府部門 航空公司和行業團體合作 確保飛機的飛行安全 目前航空業正在對5G和無線電高度計 對飛機的潛在干擾進行全面評估 原定今年底啟用5G網路的美國通信公司 威瑞森和AT&T 已同意將啟用日期推遲到明年1月 原因是美國聯邦空管局擔憂5G網路 會對飛機的高度測量裝置帶來干擾 最夢幻街區被點亮 紐約代徹朝地聖誕氣氛農 每年聖誕 紐約代徹高地的居民 都會把自己的房子裝飾起來 讓整個社區成為全美著名的夢幻街區 一起去看一看 每年的聖誕季 紐約各處的節日燈飾讓人目不暇接 不過 代徹高地小區的房屋聖誕燈飾尤其出眾 每年吸引10萬左右的遊客前來觀賞 其中 更有遊客是不遠千里 慕名而來 這讓我看到聖誕的靈魂的靈魂 這裡是最好的風景 這裡家家戶戶都發揮各自的創意巧思 用各種彩燈將自家門前裝飾一新 數以萬計色彩斑斂的燈飾照亮了四個街區 讓每個踏入其中的人如同進入光與影構成的 童話世界 這裡有彩燈環繞的璀璨聖誕樹 有可以看到流星墜落的夜光森林 有拖著聖誕禮物的迷路 還有模樣可愛的聖誕小精靈 聖誕節嘛 聖子與聖母的經典形象 也是必不可少的 可愛的雪人 還有笑意盈盈的聖誕老人 也都是遊客們尋找的經典人物 鮮烈的色彩 明亮的燈光 歡樂的氣氛 戴克高地的聖誕街區登展 給人們的內心帶來光明 你當時在家裡的光明 就像是很美麗的記憶 我相信你不會忘記了 據悉 戴克高地聖誕街區登展 最早開始於1980年代 當時才搬來這個社區的露西斯帕塔 為了紀念曾是聖誕櫥窗裝飾師的母親 開始在聖誕來臨前夕 將自己位於84街的房屋 打造成獨具聖誕風格的冬日樂園 吸引大批市民前來觀賞 一開始 喜歡低調的當地居民 試圖阻止斯帕塔的裝飾活動 不過 聚醬的斯帕塔 每年都頂住壓力 推出更加壯觀的燈飾 久而久之改變了整個社區 鄰居也開始紛紛加入 一起樂在其中 現在 戴克高地聖誕登展 已成為紐約人寒冬中 一份難以忘卻的美好象征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